1996年10月開始開業 現在應該是二十多年 最熟悉的數額是一家三隊 都一個星期內吃幾天而已 賣吃飯的都是街坊燒酒、銀酒、方便 順便賣飯吃的 做地盤都會買一個吃飯吃 大廠也不方便 最往的時候都賣了幾百 百幾二百 吃飯當然是可以 香港現在所證明只有幾間 我想是不會超過六間 吃飯就比較好 我們是另一個包 所以飯就比較好吃 你要先吃飯就不會軟 如果那些包子就放在這裡 讓人家來拿 那些油炸菌飾了油 就不要吃 我包子就在這裡來賣 就方便很多 如果積飯就只要站在這裡吃飯吃 選料是比較嚴謹的 我們選泰國糯米是比較漂亮的 米比較幼細一點 沒有那麼軟 白淨一點 沒有那麼鹹 供應商是不停的質素會變的 碼碎上米就夠了 米就變黃了 蒸出來就粗粥 粗粥就不好吃 我們就去選擇找第二隻牌子 是不停轉眼的 要的米要洗乾淨 洗幾次洗乾淨 最少要泡四個小時 太久又不行的 米過濃的米就會延伸 蒸出來就斷了 發生不成粒 如果一段時間蒸出來就生米了 所以我們賣粽飯是屬於上海食品 但是它是做上海油條 上海油條炸出來比較薄 裡面的粉沒有那麼多 咬下去比較脆 有些供應店是每天早上炸一炸 有時下午最炸一炸兩次 我們選擇本港的肉鬆 本港的肉鬆有好處是自己在香港 那間公司買些肉鬆回來自己加工炒 炒過的肉鬆讓它爽脆 吃下去的肉鬆是脆的 味道比較好 如果買大陸的就沒有這個效果 肉鬆很軟 炸一炸一炸一炸 是浙江少興那邊公營的 炸一炸比較爽爽 它比較爽爽 比較清爽 炸一炸回來洗了一些紅粉 那些調味料 它們有些醃製物料在裡面 要洗乾淨 然後落清水浸一晚 它不要那麼鹹 鹹身一點 弄爛它之後就要拌 糖和麻油拌一拌 一來不要那麼鹹 第二可以令炸一炸一炸 味道更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